你好 這是Giyue 我希望大家提供的說話 在攝影機前面 TWICE成員致孝 彎腰鞠躬 面無表情地站在鏡頭前 這一幕是不是有點相似 大家好 我有話想對大家說 八年前 周子瑜因為在綜藝節目上揮舞國旗 被黃安舉報為台獨分子 一度遭經紀公司JYP取消中國活動 還眼神憔悴 臉色蒼白 被推上火線道歉 鞠躬兩次 對比這次致孝 也是一樣套上黑衣 砸起馬尾 就連背景也是灰白牆 只不過 致孝是因為跨組主持界 宣布成為網務綜藝房客的主持班底 儘管節目組刻意製造搞笑 反差效果 但從裝扮再到語氣 幾乎復刻當年的子瑜 也讓粉絲全炸鍋 有人說 這對子瑜和粉絲來說 都曾經是相當痛苦的影片 企劃太糟糕 要尊重臺灣人吧 PTT上也掀起討論 直呼實在太噁心 太過分 根本是二次傷害 兩個月前 TWICE才發行新專輯強勢 這位成員推出新活動爆出爭議 經紀公司卻採冷處理態度 也讓大批粉絲傷透了心 在新聞 黃泉宇報道 在新聞 黃泉宇報道 按照片中 黃泉宇報道 我又是尊重臨前 為何會遭抗議 同時 尊重臨前 偶然佛 有白症